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來要講的叫做 Confidence Interval 那麼中文把它翻作是可信兼句 那什麼叫做可信兼句呢? 那麼回來想說所有的統計 心向往之的都是在想要做什麼呢? 心向往之的都是在做什麼? 那個族群的Parameter是怎麼一回事 族群那個觀測值很多的這個族群 它的Parameter是什麼東西? Mume或者是Variance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所有的統計想的都在想這個 但是呢 手頭上有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樣本的東西 手頭上有的東西是什麼? 取了少數的幾個觀測值的這個樣本 那麼由這個樣本呢 我們可以算出來什麼? 算出來樣本的平均值啊 比如說我們叫做Y bar 然後Variance啊 我們叫做S平方 那這個是我們手頭上有的這個東西 用了這個少數的幾個觀測值 拿到的這個Statistic 就是樣本的特徵值 那我們從這個樣本的特徵值呢 心向往之的是什麼? 是什麼? 是族群的這個Mule跟Variance 所以用的誰要來估計它? 就說 啊 假如讓你猜 譬如說我們的族群是什麼? 我們的族群是 臺灣 整個15歲到40歲的 女人的身高是多少? 你的族群就定義下來了啊 那族群的觀測值是什麼? 在臺灣15歲到40歲的女人的身高 所有的身高 一個一個身高就是一個一個數值出來 那它的平均是多少呢? 你想知道 它的Variance是多少? 這是我們想知道的東西 那你會怎麼做? 我要來猜一猜 我要來估計一下 它是多少的時候怎麼辦? 我從這個族群裡面 15歲到40歲的 臺灣的女孩女人裡面 抽樣啊 抽一些樣本 譬如說我抽了多少個人出來 我抽了200個人出來 每一個女孩女人 我都給她量一量身高 量出來 200人的身高在這裡 結果算出來的一個數值叫做什麼? 譬如說是160.2公分 也算出來了一個Variance 是多少? 算出來 那所以呢 我假如問你說 請你來估計一下 好 所以你手頭上只有這個 但是你想要知道的 心向往直的 就是這個兔子 你用什麼來估計它? 你要說 那假如有人要你猜一下 估計一下 台灣的 這個15歲到40歲的女性的身高 多少 你會怎麼樣來估計? 那我手頭上只有樣本的平均值啊 所以我就用樣本的平均值 來估計 來估計 這個股群的 這一個股群 然後呢 我假如要問你 這個 它的身高的變異有波大 那我們手頭上也只有這種 用樣本的一個數值來估計 來估計它 好 這個是什麼? 用這個樣本的一個數值來估計 讀取的那個Planet的時候 這個樣子來估計 Estimation 這樣的估計 叫做是什麼? Point Estimation 什麼叫做Point Estimation 用一個數值來估計 好 所以呢 這個是什麼? 用一個數值來估計它 或是用這一個數值來估計 族群的這個Planet OK 所以 第一個要點 你要注意的是什麼? 我們在估計的的時候 永遠是在估計Planet 永遠是在估計Planet 心向往之的 永遠是這個Planet Mua Variance 這個要不要估計? Y bar要不要估計? 不用啊 你手頭上160.2公分 就是160.2公分 這樣了解嗎? 要估計的一定是族群的Planet 了解嗎? 這等一下我們會用到 好 好 那用了這樣的一個樣本的一個數值 一個特徵值 Y bar來估計Planet 用S平方來估計S平方 都是用單點 單一個數值來估計它 這樣的估計叫Point Estimation 那這樣估計的話 到底有沒有估計對或錯? 看起來好像很敏感的樣子 但是容易估計的正確嗎? 容易是不是就是這個Mu值呢? 你覺得呢? 會不會這麼巧你就抓住了那個Mu值 這個值就是Mu值呢? 會不會? 不容易吧? 是不是? 不容易 所以呢 雖然這樣子的對錯好像很敏感 但是呢 不容易真的抓住那個Mu值 但是呢 有一個方式 就跟它相對的 叫做什麼? 不是Point 我們用一個Interval好不好? Interval的Estimation Interval的Estimation 是什麼? 什麼叫Interval? 一段區間的數值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 哎呀 我們要知道這個 十五歲到四十歲之間的 女性的身高 平均身高有多少? 那怎麼辦? 我說我不要用160.2公分 那我用一個Interval 譬如說 十五歲到四十歲女性的身高 我想 我的估計是什麼? 是在這個 一百五十五到多少? 一百七十公分之間 怎麼樣? 一段間距 用一段間距 來估計這個Mu 這樣叫做Interval Estimation 了解嗎? 那你想說 這個一段間距 這個一百五十五到一百七十 你滿意嗎? 你就說 這個間距好大喔 這個間距有多大呢? 這個叫什麼? 叫做 Interval的Length 這個Interval的Length 有多大? 一百七十減 一百五十五有多少? 十五公分的Length 這個Mu的間距 這個間距越大的時候 你覺得怎麼樣? 它包含了真正的這個Mu值的機率 是越高的 但是 你覺得它什麼? 越粗糙吧? 你那麼大的範圍 當然就包得住啊 當然一定包含得住它啊 一定猜得準啊 但是這麼大的範圍怎麼樣? 很粗糙啊 所以呢 假如有人告訴你說 哦不對啦 是多少? 一百五十七到一百六十五公分之間 欸 這個Interval 你覺得怎麼樣? 欸 這個Interval的長度有多大? 只有多少? 八公分而已 對不對? 所以這個Interval的長度 越小的時候呢 你覺得怎麼樣? 它假如能夠抓得住這個Mu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怎麼樣? 越準確的那種感覺 不會那麼樣的粗糙 Length越大的時候 就越不好 然後Length 如果這個IntervalLength 假如越短的時候 能夠抓住Mu的話 那就是越準確的 所以呢 當我們在做的的時候呢 我們會希望它怎麼樣子 這個Interval的話 是不是能夠越短越小 OK 那在做的的時候呢 我們決定這個 Confidence Interval的準確度呢 第一個看Interval的大小 就是Interval的Length的長短的意思 第二個呢 看Confidence Coefficient 什麼叫Confidence Coefficient? 也就是說 我在這樣子的Interval之內 我有百分之多少的機率 是會抓住了這個Mu 這樣的意思 譬如說 我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機率呢 是會抓住Mu的 那就Confidence Coefficient 是95% 那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機率 在這個Interval範圍之內 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機率 是會抓住這個Mu的 那Confidence Coefficient就是99 所以這個Confidence Coefficient 我特別舉了這兩個例子 其實這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0.95跟0.99 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Confidence Coefficient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1-R法的意思 假如我們的R法是0.05 它的 等一下做出來的Confidence Coefficient 就是什麼? 0.95 我們的R法是0.01 做出來的Confidence Coefficient 就是0.99 OK 所以這兩個的話 我們假如做出來的Confidence Coefficient 是越高的 然後Interval呢 越短的 這樣子的Interval呢 我們是覺得說 它抓住Mu的時候 越準確的 我們越喜歡這樣子的Interval的 好 所以要怎麼做呢? 要怎麼做? Confidence Interval要怎麼做? 我要怎麼樣做出一段 這樣子的Confidence Interval來估計 這個Mu或這個Variant的呢? 要怎麼做? 非常的簡單 只要想說 我原來在測試Mu的時候 是怎麼測試的? 或是測試Variant的時候 我用的是什麼樣子的Distribution 怎麼樣的分布來測試它的 就回到那個Distribution就好了 OK 所以呢 我們現在已經學會了 要怎麼樣來測試Mu 是用什麼? 是用什麼樣的分布來測試? Z啊 或是P 對不對? 那我們就從這裡先著手 那以後呢 講到Sigma平方的測試方法的時候 那其實整個的邏輯 都跟我們今天講的Mu的 是一樣的邏輯 所以以後的這個Sigma平方 自然講了以後 你要做Confidence Interval 只要一樣畫葫蘆就可以 那我們今天就從 用Mu來開始 所以用Mu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Test用什麼? 請你回想一下 我們要做Mu的時候 我們的Test是什麼? 我們的Y bar 是這樣 對不對? 我們從樣本剛剛取出來 某一個數值 然後呢 我們要Test 它是從族群等於Mu 這樣子來的 這個 的族群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Y bar 變成什麼? 變成Z 或是變成T 對不對? OK? Varance是等於1的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 在前半段裡面也講了 可以用T 而不用Z 對不對? 但是用Z的話 因為不用考慮Degree of Freedom 所以我們今天 在講Competence Interval的時候 也是一樣 在講它的步驟的時候 我們用Z 等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只要把Z 換成T 其他通通都一樣 用這樣的方式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知道 怎麼樣把這個Y bar 變成Z呢? 怎麼樣子? Z等於什麼? Y bar 減掉Mu 除以根號 N分之Sigma 這個沒有問題吧 好 所以 你記得 我們第二堂課的時候 我們就有做過這樣的提議 我任何一個Y bar 要跑到Z 這邊來的時候 我怎麼樣子 跑過來 我就是用這個式子 對不對? Z等於Y bar 減掉Mu 除以根號 N分之Sigma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原來在講說 這裡 假如有一個數值 這個數值是多少 這個 兩邊 是 1.9 兩邊的這個 Z是1.96 跟-1.96 之間的的時候 它的 機率是多少 在這邊的機率 Z的值在1.96 跟-1.96之間的機率是多少 0.95 那假如用Probability來做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子寫 我的Z值 落在1.96 到-1.96之間的 機率是多少 0.95 是不是這樣子 簡單吧 沒有問題 好 所以呢 你只要怎麼樣子 我們要怎麼樣求到可信監據呢 我就把這個Z 用這個來取代 好不好 因為Z是這樣子 所以我用它來取代 以後 就變成怎麼樣子 我把 Bability -1.96 小於等於 Y -1.96 那這個分母的值 都乘上 每一項都乘上 根號 N分之 Sigma 所以我們就得到 是什麼 Probability 負1.96 -1.96 乘上 根號 N分之 Sigma 小於等於 Y bar -Nu 1.96 乘上 根號 N分之 Sigma 等於 0.95 到這裡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有一點點問題 要注意的是什麼 我要把這個式子 再繼續做下去的時候 你看看中間有誰 有一個叫Y bar 一個叫Mu 對不對 那你要把Y bar留在中間 還是Mu留在中間呢 OK Y bar留在中間 跟Mu留在中間 有什麼不一樣呢 你要回想一下 我們要做可信兼具的的時候 是要去估計誰 估計誰 Mu啊 不是估計Y bar 對不對 所以要做可信兼具的時候 要把Mu留在中間 還對 OK 所以 等一下子 我們從這個式子 會發展出兩個式子來 第一個式子呢 是怎麼樣子 我兩邊 都怎麼樣 剪掉 兩邊都 先把它加上一個Mu 所以中間留下來的是Y bar OK 但是這個不是我們做可信兼具的 這個 中 我們把它全部都加一個Mu 所以呢 這個是什麼 Mu減掉1.96 乘上根號N分之Sigma 小於等於什麼 Y bar留在中間 是什麼 Mu加1.96 乘上根號N分之Sigma 這樣的機率等於0.95 我們把它擦掉 這什麼意思呢 這是第一個式子 留在這裡 但是這個不是我們要用來求可信兼具的 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在說什麼 我的Y bar落在這個範圍跟這個範圍之間的機率有0.95 等一下要來解釋這個給你聽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展開來的方式是什麼東西呢 我把這個式子繼續展開來 好不好 把這個式子繼續展開來 是怎麼樣子呢 我把Mu留在中間 把Y bar放到兩邊去 所以我們每一個都是怎麼樣 減掉一個Y bar的時候 然後我會變成怎麼樣子呢 兩邊都減掉Y bar的時候 負Y bar減掉1.96 乘上根號N分之Sigma 小於等於負Mu 負Y bar加上1.96 乘上根號N分之Sigma 0.95 這個式子看起來有一點愛顏 對不對 為什麼愛顏呢 它這裡來一個負的 Mu 不太喜歡 對不對 我們把它變成正 好不好 全部每一項都乘上一個負的的話 那這個大於小於的這個 大於等於的這個符號就要轉方向 OK 所以乘上一個負號的時候 就變成什麼 probability 是什麼 Y bar加1.96 乘上根號N分之Sigma 大於等於Mu 大於等於什麼 Y bar減1.96 乘上根號N分之Sigma 這個呢 機率是等於高少0.95 這個是我們要的 第二個十字 是我們要的 為什麼呢 你很清楚的看到 它告訴你什麼 我的Mu值 在小於這個數值 大於這個數值之間 OK 所以是什麼 一個Interval 對不對 在這兩個數值之間 包括我的數值的機率有多少 0.95 的意思 所以這個才是我們要用來做 Condent Interval的式子 不是這個式子 所以它同樣的這個式子 引申出來兩個式子 但是你不要用這個 要用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估計的 永遠是Promitor 所以要把Promitor放在中間 不要去把一個Y bar放在中間 但是你說老師 你為什麼這麼囉嗦 還要寫這個 我要從這個來告訴你 這是什麼意義 這個是什麼意義 也就是說呢 這樣的一個數學式 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個數學式是什麼意思 我們用畫圖的來說明 好 我們說你的Y bar呢 可以從透過Z 的Transformation 變成這樣對不對 那我們在Z的值 在1.96 跟-1.96之間的機率 有95% 那我把這個換回去呢 這個Z1.96的時候 換到Y bar這邊的時候 這一點叫多少 那Z的值-1.96的時候 換到這邊來 這個值是多少 所以呢 這個Y bar的值 落在這個之間的機率呢 Y bar的值 落在這個之間的機率 應該是95% 好 那我這個1.96 這個值是多少 Y bar的值相對的 也就是說Y bar是什麼值的時候 變到Z的時候會變成1.96 你把它帶進去 我把這個Z變成多少 1.96的時候 我這個Y bar是多少 就是這裡的值嘛 對不對 把它倒推回去 可以嗎 所以我這裡的值是多少 我這個Y bar是多少 我把它放進來這裡 所以1.96等於什麼 Y bar-mu 根號N分之Sigma 所以我呢 變成是怎麼樣 1.96乘上根號N分之Sigma 等於Y bar-mu 對不對 所以呢 接下來 所以我的Y bar等於什麼 mu加1.96乘上根號N分之Sigma 有沒有問題 所以表示說什麼 我的Z是1.96的話 我這一點是多少 是什麼 mu加1.96乘上根號N分之Sigma 相對的 Z是-1.96的時候 它的Y bar其實是多少 mu-1.96乘上根號N分之Sigma 這樣有沒有問題 它的相對的值 Y bar的值 把它推回去 原來的Y bar的值 好 用圖解來表示 表示說什麼 我這個是我的mu對不對 所以這個距離是多少 從mu到這一點的距離是多少 是多少 是不是1.96乘上根號N分之Sigma 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一點才叫做 mu加上了這一段 1.96乘根號N分之Sigma 就是這一點 然後這個也是多少 1.96乘上根號N分之Sigma 這一段的距離 也是1.96乘根號N分之Sigma 所以呢 第一個式子 表示說什麼 第一個式子 充其量 不過是 你的Z distribution 把它倒回去 Y bar的Distribution 而已 這樣告訴你 了解嗎 也就是說 Z假如是在1.96 跟-1.96之間的機率 有0.95的話 就表示說 我的Y bar落在 mu加1.96乘根號N分之Sigma 跟mu減1.96乘根號N分之Sigma 就這樣而已 這是第一個的 這個式子的意義 沒有問題吧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要用這個東西 來跟你說明 這個才是我們要的 對不對 這是我們要的 它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好,我們先把它擦掉 免得黑板太擁擠了 我們下面這個式子 第二個式子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來做 confidence interval的 這個在下面 我們把它放到上面來 好不好 Probability 什麼東西呢 請你記住 一定把mu放在中間 然後有一個 大的值跟小的值之間 那我們把這個放到右邊來 好不好 Y bar加1-96乘根號N分之Sigma 還有呢 這邊放到那邊去 Y bar-1.96乘根號N分之Sigma 這樣 OK 這樣的機率 有多少 0.95 可以吧 把這個式子 擦到上面來而已 這個大於等於的 放到這裡來 這邊小於等於的 放到那邊去 所以喔 我們把它擦掉 好,這個式子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從這邊開始 這是Y bar族群的分布 對嗎 Y bar族群的分布 是什麼意思 我從這個原來的Y的族群裡面 取一個samblesize等於N的一個樣本 那麼我可以有一個樣本叫做Y bar 然後不斷地重複歸還取樣 每一個樣本我都可以算一個Y bar 我把所有可能的這個樣本取出來 每一個樣本都有Y bar 這些Y bar所構成的族群 那它的分布會變成那樣子的分布 OK 假如它是Normal Mu Variance Sigma的話 這一個的族群是什麼 MuY bar就跟這個Mu一樣 Variance是它的多少 Y bar的Variance 原來的Variance再除以N 就這樣 所以這個族群你把它畫出來它的分布 Normal Distribution是這個樣子 好 那你要知道 我們取樣的的時候 有這麼多個Y bar在這裡嗎 沒有對不對 我們手頭上只有一個樣本對不對 只有這麼多的樣本裡面 也許我們只做了這麼一次 取了一個Sample Size等於N的這個樣本 所以我們手頭上也只是一個Y bar 了解嗎 我手頭上只有一個Y bar 然後我要用這個Y bar 怎麼樣 來做出一個間距來 來估計說這個族群的Mu是多少 我手頭上只有這個Y bar 好假設我現在這個Y bar 分布的某一個地方 假設第一個人做出來了 我的Y bar落在這裡 好不好 那好 我拿到了一個Y bar落在這裡 這個值 這個數值落在這裡 然後我就去做了一個 Competence Interval 我怎麼做呢 我這個Y bar我就去加了誰 加了這一段 減了這一段 然後就出來了 我的這個Y bar 我就去加了一段誰 1.96乘根號Mσσ 這一段的長短 放到這裡來 反到這裡來 這一段 這個是什麼 1.96乘根號Mσσ 然後這個值呢 也減了這一段 這一段是多少 減了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也是1.96乘根號Mσσ 這個是 加了一段這裡 就減了一段 然後就做出來的一個範圍 對不對 我就用了這樣 我的這個Y bar的值 然後我加了一個 這個數值叫做多少 Y bar加1.96乘根號Mσσ 這個數值呢 就用我的這個Y bar 減掉1.96乘根號Mσσ 我就做了這麼一段出來 我就說我用這一段 要來抓住我的族群的Mu 有沒有抓到 假如我的Y bar如果在這裡 這樣做出來的這一段的範圍 有沒有抓到我的Mu 有啊我的Mu在這裡 說有抓到對不對 所以OK對不對 我有抓到 好 接下來 假如另外一個人來做 他拿的樣本是這個樣本 得出來了一個Y bar 這個人呢 他的Y bar掉在這裡 他也去做了一段出來 來估計這個Mu 他做出來呢 這個Y bar在這裡 加一段這個對不對 加一段這個 這麼長 在這裡 他還減一段這個 這個 做了一個Interval 所以這個是什麼 Y bar加1.96乘根號Mσσ 這個數值呢 Y bar減1.96乘根號Mσσ 他加這一段 減這一段 他也做了一個這個Interval 他的Interval 有沒有抓住這個族群的Mu 有 對不對 有嘛 有包括族群的Mu 對不對 Mu在這裡 所以這個 這個Interval有包括住了族群的Mu 好 什麼時候不會包括族群的Mu 我假如再找一個 我做出來一個Y bar在這裡的時候 這樣加一段 剪一段 剪一段 這樣做出來的Interval 會不會包括族群真正的Mu值 會 我假如掉在這裡的時候 做出來的Interval 會不會包括族群真正的Mu值 會 什麼時候才不會 什麼時候才不會 假如我掉在哪裡 我的Y bar掉在哪裡 我的Y bar掉在哪裡 Y bar掉在這裡的時候 我做出來就怎麼樣 Y bar掉在這裡的時候 我加一段到這裡 剪一段到這裡來 我做出來的Interval 會不會包括族群的Mu值 就不會了 所以當我的Y bar掉到這邊 或掉到這邊來的時候 我做出來的Interval 就不會包括族群的Mu值 所以我在這麼多的Y bar裡面 我有多少個Y bar做出來的Interval 會包括族群的Mu值 有95%的樣本 100個樣本裡面有95個 會包括族群的Mu值 對不對 有5個不會包括 為什麼 因為我Y bar落在這裡的幾率 有多少 5%而已 Y bar落在這裡面的幾率 有多少 95% 所以95%的Y bar都落在這裡 只要我的Y bar在這個範圍之內的時候 我做出來的Interval 都會包括族群的Mu值 對不對 我的Y bar要是落在這個5%這裡面的話 我做出來的Mu值就沒有包括族群的Mu 對不對 Interval就沒有包括族群的Mu 對不對 好 所以表示說什麼 表示說什麼 我以這樣的方式 我拿了一個Y bar去做了這樣子的Interval 的話 我有怎麼樣 我有95%的幾率 這個Interval是會包括族群的 真的Mu值的 這樣了解嗎 真值這個Mu的 有5%的幾率是沒有包括的 這是這樣的意思 所謂說 我這個Interval 包括Mu的幾率是0.95 就是這樣的意思 了解嗎 所以在講的是一個族群的幾率的問題 而不是對於某一個 某一個你拿到的這個Y bar的話 它假如落在這裡的話 它包括族群的Mu值的幾率是多少 百分之百啊 或者你正好掉在這裡的時候 出來那特別的一個的話 有沒有包括族群的幾率是什麼 當然就是百分之百沒包括 對於某一個特殊的Case來講 它的對或錯是Exactly的 有就是有 沒有就沒有 但是我們在講的 不是對於某一個特殊的狀況 而是以整個族群來講的 那它包括的幾率是怎麼樣 所以呢 這個可信間據就是這個意思 了解嗎 就是 所以請你把Mu都放在中間 然後呢 我們拿到的這個樣本 Y bar做出來的這個Interval 放在做出來這個兩邊 好 那我們前面講過 欸 我們要 手頭上 有沒有這個 又跟那個Z distribution一樣 我們手頭上沒有這個東西啊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族群的Promit啊 所以我們手頭上不會有這樣的一個數值出現 對不對 族群的Promit我們怎麼會有呢 沒有 我們手頭上只有誰 S對不對 樣本的Standard deviation 對不對 只有S S啊 我們手頭上只有S啊 所以呢 我們又要回到什麼 T distribution 把Z變成T的時候 是怎麼樣子 我們剛剛用Z 去把它 做出來 對不對 Y bar-mu 根號N分之Sigma 欸 我們這個Sigma 用S來代替的時候 變成是什麼 Y bar-mu 這個Sigma 變成什麼 S的時候 這個Z 就變成T了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假如用T來做的時候 怎麼樣子 完全沒有問題 就解決了我們這個困擾 說這個 族群的Sigma 不知道這件事情的困擾 所以我們就把這邊 換一下 所以你T怎麼辦 也是一樣啊 這個層上這個T 出來 然後再解開來 也是就變成的是什麼 你自己把它解解看 就變成什麼 Y bar-mu 加1.96變成是什麼 我們的T的多少 T的0.025的那個數值 有沒有 然後呢 乘上多少 根號N分之S 有沒有 你把它展開來 T乘上根號N分之S 就變成Y bar-mu 所以我們的mu是什麼 Y bar加T乘上根號N分之S 那這邊呢 這邊是誰 Y bar-t0.025 乘上根號N分之S 一下子就換過來了 這個是多少 0.95 對不對 OK 那再把它寫成為一般式 一般的式子 一般的式子呢 更普遍的式子呢 我們可以怎麼寫 mu小一等於Y bar加T 這個是多少 剛剛我們講的 這個叫confidence coefficient 對不對 這個confidence coefficient 其實就是1-R法 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更一般式來講 所以你能不能用是什麼 0.99 可以啊 這邊是0.99的話 這邊就用誰的 T 0.01的T 了解嗎 OK 好 R法 所以T呢 是多少 2分之R法的值 乘上根號N分之S 這一個呢 把它的一般式寫出來 -T 多少 也是用2分之R法 乘上根號N分之S 小一等於 所以這樣的機率 有1-R法 這就是它的一般式 好不好 所以你的R法可以用0.95 也可以用0.99 R法可以是0.05 對不起 0.05 或者是0.01 這是我們一般常常用的 所以這邊講的0.05的話 這裡就是0. 1-R法 就是0.95 R法0.01的話 它就是0.99 complete that's coefficient OK 好 所以呢 你想想看 到目前為止的時候 我們前面講過 我們希望我們的 confidence coefficient 越高 然後怎麼樣子 interval 越小 越好 什麼叫interval 越小 這個值跟這個 之間的差異 這個interval 越小 越好 什麼樣子 越小 越好 怎麼樣會越小 你想想看 什麼樣子的因素 會影響 哪一些因素會影響 confidence interval 的長短 那個lens的長短呢 有哪些 你想要 你看看這個式子 你就知道 這個會影響 對不對 因為它也會影響 這個t的值 還有什麼 y bar 你沒有辦法改變 你找到 你的樣本是多少 y bar就是多少 那個 這個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對不對 那你怎麼樣子 使得這個interval 比較小 所以比較準確呢 怎麼樣子 怎麼樣子 我讓我的n 越大 對不對 我的n越大 所以呢 這個是分母 對不對 根號n就越大 所以出來的 這個數值 就怎麼樣 越小 所以越小的話 它的confidence interval 那個lens 就會越短 所以就越準確 OK 然後我的s 越小 也越好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 又回到我們原來的 一直在講什麼 什麼樣子 讓我們的樣本 做出來的 這個統計的值呢 越好用 怎麼樣 要努力做 不要偷懶 sample size 要大一點 很重要的 所以你做出來的 confidence interval 才會比較準確的 知道嗎 那這個s當然 你不要讓你的 這個族群的variance很大 你也不要增加進去 你做事 做測量的時候 一些變異 不該有的 這個 測量錯誤 也不要加進去 OK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來我們給大家一個例子 那你怎麼算 實際上我們怎麼算呢 好 這邊說 有一個科學家 他想要估計 他想要知道 某一種動物 產卵的平均的日數 假設這種動物 所有的動物在這裡 那他的平均是多少呢 OK 這是一個 parameter 對不對 我們心向往之想要知道的 都是這個 那他就怎麼樣子 他就想說 喔 那我手頭上去找了一個 random sample 找了幾隻動物來呢 六隻 那把這六隻動物呢 看看他們產卵的日數是多少 好 記錄下來 他的日數 25天 25天 30天 40天 25天 35天 25天 25天 25有三個 OK 好 就拿了一個樣本 有六個這個動物 然後看他產卵的日數 好 這個樣本的Y的值是這樣 那這個樣本 你就可以算一個 樣本的平均值 對不對 樣本的平均值是30 OK 那可以算這個樣本的S平方 對不對 S平方算出來是多少 40 好 那我們碰到了要估計族群的μ的的時候 我們就要想到我們在測驗族群的μ的的時候 都用什麼測驗做T-test 對不對 那T-test馬上就跟著來是什麼樣 Degree of Freedom不一樣 就有一個不一樣的一條T 對不對 那所以它的Degree of Freedom是多少呢 是多少 N-1 對不對 所以N-1的話是多少 是5 對不對 這樣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我要做的是什麼 我要用一個confidence interval 來估計說這個動物 平均產卵的日數是多少 OK 不是用一個point estimation point estimation 就是用這個y bar 就估計他說 喔 這個動物平均產卵的 這個是30天 這就是一個值來估計它 叫point estimation 現在我們要用一個什麼 一個區間來估計它 那怎麼估計呢 很簡單 就是我們剛剛的這個式子 在這裡 OK 那這個式子呢 其實你也不用背 為什麼不用背 你只要知道T-test 你一展開來就是它了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它沒有很難的喔 所以都回到那個最根本的T-test而已 然後T-test 然後一展開來 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好 所以呢 我們假如要知道 它的confidence coefficient是多少 95%的 95%的 confidence coefficient 的confidence interval 是多少 要求這個μ 求μ的 95%的confidence interval 是多少 好 所以我們把它帶到這個式子裡面來 那帶到式子裡面來的時候 所以95%的confidence coefficient 的話 這個就是什麼 0.95 對不對 可以嗎 我們的R法就是0.05的意思 好 所以我們的μ是怎麼樣子呢 小於等於這個數字 一個y bar y bar是多少呢 30 加一個東西 這邊呢 30 減一個東西 後面這個東西 在這邊 兩邊 兩端 是一樣的 所以你就30 加一個 30減一個 的意思 好 那這個數值是多少 T-2分之R法是多少 我的95%的competence interval的話 所以我的R法是0.05 所以2分之R法是多少 0.025 那就請你查一下 第一個 你就先去查這個 T 多少 0.025 但是不要忘了Deguio Freedom Deguio Freedom 是多少 5的 那個T 0.025 是多少 請你查出來 這個數值多少 多少 2.571 這個數值是2.571 乘上這個東西 一個是2.571 乘上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根號N是多少 N是6 所以根號N 根號6 S呢 是多少 S是40 開根號取正的值 所以就把它帶進來 根號6 甚至根號40 就這樣子 然後呢 你再把這個很複雜的樣子 再把它算出來 簡化一下 所以就得出來了 這樣一個數值 所以永遠記得你的μ是在中間的 最得到的數值是36.6 這邊呢 23.4 這邊呢 就算出來 把這個簡化了 把它算好 是36.6 這邊簡化算出來是23.4 這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我的μ落在36.6到23.4之間的機率呢 有95% 也就是說 我有95%的信心呢 我的μ呢 是落在這個範圍之內 可以嗎 所以這就是一個confidence interval 所以interval是從哪裡到哪裡 從μ的範圍是23.4到36.6j 這樣了解嗎 這就是一個interval 這是可信間距 為什麼叫可信 這個confidence coefficient 這個confidence coefficient 是95%的 了解嗎 可以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就做到這裡 好可信 對 是我